别说了 之后陈强和陈佩思呢 就以父子搭档拍了二子系列 是吧 很多人都喜欢二子系列 为啥呢 说看这个父子斗法的时候 特别像照镜子 比如说二子开店 这里头有那么一段 新店开张了 二子找了俩哥们 大虎和小豆 当伙计 这个他爹老葵 到家一看 这俩小子他认识 怎么的呢 刚在小卖铺抢了我的酒 完了 气横横要找这俩小子要算账 大虎和小豆 一同跑 还把路边那个马蜂窝 给捅个底朝天 老葵遮得够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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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葵遮得 就是这老邦子 就是这老邦子 爸 好小子你们躲到这儿来了 他不打扁你们不打 你都别过来 你打扁你们不打 你说当爸的 看着儿子成天给这招猫逗狗的 招狗年纪人的 这这这瞎胡闹 这交的都什么朋友 他能不生气吗 所以呢他就总想管教管教 但是儿子长大了 不服管了 甚至有的时候还翻过来 还笑过他 你看这个二子 他不是旅店经理吗 这不是 老葵他爹呢 给当服务员 二子就说他 说那你呀 你别老跟旅客捧个脸 这那行啊 你得微笑服务 笑我这样 你这老头一直特别严肃啊 不会笑啊 二子你看怎么说到底 说你这笑比哭还难看看 笑 不对 不对 你这是哭 笑 微笑 行了 你干脆就别笑了 怎么这么笨 活了那么大岁数 笑起来比哭都难看 就这种我在笑他在闹 这就是咱们日常生活的场景 是吧 又闹听 而且又温馨 通过父子搭档 陈培斯也确实越来越有自己的风格 你看他们这电影 父与子 爷儿俩开歌厅 孝子贤孙伺候着 这些吧 等等啊 几乎就贯穿了整个 上世纪的八九十年代 说那后来怎么看不着陈培斯了呢 是这么回事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 就是改革开放 经济文化 各个方面遍地开花 陈培斯啊 自个就开了个公司 专门拍电影 那个时候流行一个词嘛 叫个体户 你看他有时候开玩笑说了 说自个儿是喜剧个体户 其实这也不算开玩笑 确有其事 前面咱说那个二字系列 基本都是他自个儿掏钱包 拉投资 当时啊 盗版严重啊 是吧 就是那个孝子贤孙伺候着 就这一部赔了一百多万 你算算吧 那么多电影啊 那你说这个赔那个赔 那得赔多少 最后陈培斯呢 跟他媳妇就在这个北京郊区啊 承包了一大片荒山 干啥呀 种果树 一开始瞒着 后来呢 老爷子知道了 心里边就很难受 觉得挺可惜的 陈培斯还安慰他爸 说他 爸您别担心 我一定会重新回到舞台的 这说话功夫呢 就到了2006年 陈培斯就带着话剧 《阳台》 重新出现在舞台上了 当时老爷子陈强 已经九十来岁了 九十多了 在台下呀 这老爷子足足 坐了两个多小时 其实他已经 那九十多岁了 已经看不清舞台了 但是他一直坐到演出结束 我想啊 这应该是他对儿子 最大的鼓励 也是陈培斯 对父亲的一种承诺 终于兑现了